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繼續收看我們深淺戰略 來 跌36點 這樣算不錯 你早上看美國落 我看你今天掌弱日 今天可能早上不該合過 哎唷 跌這麼多 今天就跌這樣子 哎呀 那看起來還不錯喔 台股很強喔 搶搶棍的搶喔 不錯啦 不錯啦 算不錯啦 這算不錯的一個走勢 來 投資朋友 無人在叮嚀你的東西 不是隨便跟你叮嚀的 該說的時候 你不能膽怯啦 但該守的時候 你不要去沉皮膚之勇 這是我們該盤的環節 什麼時候該說 什麼該收 什麼時候該說 什麼時候該守 投資朋友 你的毛病出在這個地方 要不然 坦白講啦 短線 我看散戶短線是很厲害的 今天買明天賣 今天買今天賣那是很厲害的 我看過很多投資朋友 我看過很多投資朋友 大概都是 在買股票都很厲害 但通通不會賣 不會賣股票 不是賣了喔 它就漲 要不然就是 我乾脆給它抱住 抱上去又抱下來 都是這樣 什麼時候該攻 什麼時候該守 你要有策略在 那你會問我說 那我用什麼做判斷 我用量做判斷 我用量做判斷 量哪時候出現了一個 比較像樣的一個 有那種味道的時候 攻擊味道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要積極 我們就要積極 那麼隨時要找時間點去切入 把我們資金投進去 這樣子如果趨勢成立的話 那我們的獲利會比較多 因為投入很多的錢 那你就獲利就滿滿 那假設你看對行情 不敢做的話 這也是投資朋友 常常犯出的一個毛病 明明昨天看到它漲 然後今天看到美股跌 台北股市跌 心又涼了一半了 那如果假設今天毀是正常的 那你今天沒有買股票 那可能就 比較可惜了 當然你如果說 你不想報股過年的 這個幾天跟你真的 也沒有什麼關係 那你想買股票的 當然就是要找機會去切入 你不要管它要不要過年嗎 因為該規避的事情 你要去規避它嗎 你可以防範到的 你仔細想一想 你可以防範到的東西 你都有防範到 都有去看啊 如果真的萬一三次 有一個三個 堵到堵到那個 真的沒辦法 至少我們有進過力了嘛 可是 那個不可確定的東西 誰拿得準 不可確定的東西 不可以預知的那個風險 誰拿得準 但是可以預知到的 我們能力上 該避的我們就要避開 這樣子講你應該很了解的啦 那盤呢 盤還是這樣子 沒有改變 我跟各位解過的盤 它不會改變 現在是不是跳到這個範圍裡面了 有沒有 現在是不是跳到這個範圍裡面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一定要先看量 像這個量在退潮 就算這個偶爾放量 這個都沒什麼用嘛 因為它沒有辦法連續性嘛 這都沒什麼用 所以你等一下摸一波 摸不就落你來 對不對 你在這個地方 你要很積極沒有用嘛 因為你就是不會賺錢嘛 你不會賺錢 可是當量出現的時候 如同你的預測的時候 量出來之後呢 那麼你該積極 你就得積極 隨時把握機會 好 我們說量突破 量來做一個突破 突破過去之後 這個相信自然會突破 果然量突破 價突破 大漲 可是大漲的內容你要去知道嘛 大漲的內容你要去知道嘛 大漲什麼 當然是大漲金融股啊 昨天金融股漲了3%嘛 然後成交比重也放大嘛 那這個強的帶領它突破的 帶領大阪突破的 它就是主流 它就是主流 所以漲跌就要看它的臉色了 好我們來看 今天大漲跌 它也跌啦 坦白講它也跌啦 可是跌幅呢 輕 跌幅很輕 這個就漲了 這個就漲了 可是只有一個族群不會漲 就是它 為什麼它不會漲 因為我們昨天已經跟各位講過嘛 電子股 如果沒有急跌走勢出現之前 你不要急著接 而且更別考慮 抱負過年 為什麼 為什麼它可以 為什麼它可以 它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它 不會受它的影響 也不會受到它的影響 它 電子股 卻會受到蘋果的影響 卻會受到美國股市的影響 它的基本面夠強 它的基本面第一季 確定是一個單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季營收都是在衰退 那衰退的東西 遇到美國股市大跌一定會有影響 遇到蘋果股價下跌一定會有影響 因為這是科技股的一個指標嘛 所以你現在 如果說它如果有急跌的話 它真的有急跌 本來它沒有跌的時候 你要面臨這兩個風險 當它一跌之後它跌 它也跌 那有什麼好風險 就沒有什麼風險 但是你要它跌 它如果沒跌的話 你怎麼切進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昨天跟各位解盤 就是美國股市有風險 蘋果股價有風險 這個都白紙黑字 它是跑不了的 跑不了的 而且我們生前戰略 我們也不是一直在跟你講過去 那是老人家在講的 那是廟人家在老人家都說過期我老 過期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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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在說未來 但我們生前戰 我們年輕人一定都在說未來 一定要講回來 這是昨天 禮拜一的行情 告訴你 大部分人都誤判金融股的行情 很多人都認為它是什麼 一日行情 結果已經錯了半年了 錯了半年 現在知道金融股的好 那還來得及 但是有一些人 我們竟然還在意氣之爭 你意氣之爭 只是耽誤你自己 變成來不及而已 好 要報股過年 要有哪種霸氣 那霸氣歸霸氣 我們也不是成匹夫之勇 我們應該要當一個smart 很聰明的一個多頭 好 我們不要盲目的報股 我們要考慮的是 第一個 蘋果股價它的跌幅有沒有滿足 或者蘋果股價有沒有打底的現象 對不對 這我們從來才談的 我們等一下一一來解 第二個 美國股市量能已經跟不上了 到底有沒有補量 沒有補量就是要整理 這個股金中外都是一樣 那什麼 如果美國股市進入整理的話 什麼股票你要把它避開的 你要把它避開的 那什麼叫太弱流強 什麼叫強什麼叫弱 你要把它分辨清楚嗎 那現在是什麼是強 何者強 非電子股強 非電子股強 電子弱 那我們現在就怎樣 要把弱的換到強的來 等到弱的不會再弱的時候 再把強的換回去 這不是很好嗎 而且也規避了所有的風險 好第一個我們先來看蘋果 我從來沒有跟你講過 435叫低點 我從來沒有跟你講過 我只是跟各位講 這個蘋果的股價還跌幅還沒有滿足 還沒有滿足 那麼既然還沒有滿足的話 它到底哪個地方是滿足 那麼假設這裡是一個A波 反彈上來B波 這裡應該是一個C波 它是一個AVC的一個走勢 那麼通常我們在判斷這個行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試算 A波一定要小於等於C A一定要小於等於C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算算A波總共跌了多少 抓整數就好 跌200 反彈到B波的高點叫做606 它也要跌200 所以把606解掉200 大概是406 407附近 那你就是說 不是說在這裡就一定能夠止跌 但是至少你要看到這個位置之後 它代表它進入了跌幅滿足區 投資朋友現在才442而已 442、1406還有一層的空間 還有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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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在我們吸引的時候 它開始跌 那這樣的時候 你那時候摸到蘋果概念股 還是摸到這些電視庫 你是要怎麼過年 不要說英雄以後去跌 我們不要講那個 不要影響說以後的開盤之後它要跌 或者那個先不要管它 光是這一段時間你過年 要怎麼過年 所以你為什麼要把煩惱 放在這個地方 過年是全家團圓的日子 是一個好日子 你不用那麼辛苦 所以你只要把它避開就好 把它避開就好 那把它避開就好 就是什麼 一些電子股你要避開 一些高價股你要把它避開 這個我講了多久了 宏達電我講了多久了 我告訴你273 它絕對不是低電 為什麼不是低電 因為這個地方下跌的過程 它是大量 這個大量呢 還沒有低點來交代 就如同我再跟你講 量價不會同時 到底的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273它不是低點之所在 好那既然這個不是低點 它要破 它要破這個點 那請問在這個地方 你們在做什麼 你們在做什麼 你記得說在273之上你們在做什麼 你們在做什麼 我問你啊 明明知道這個會破 那這裡你應該做什麼 正常的人啊 應該是要賣多單吧 是不是正常的人應該賣多單 怎麼可能在這裡買多單 明明知道這個會破 你還在這裡買多單 那除非你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 你技術不夠嘛 那否則你怎麼會在這裡買 那買一買跌挺 還說 宏達店這個 這個夭壽骨的 一記賺了筆記少 那這個也都不是新聞啊 坦白人這不是新聞啊 這只是你明知山有虎 你要偏向虎山行 這個就是你紓錢的宿命啊 我可以說你宿命啊 如果在這裡 彈上去馬上下來的話 我跟你講你買都不會買 但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你認為它不會跌了 你開始又 頭以關愛的眼神的時候 很抱歉 當你買完了之後 它開始跌挺 這些不是可以避開的嗎 那我現在再起來假設 現在宏達店鞋鎖了一萬張 一萬兩千多張 那明天如果開跌挺呢 如果我們假設明天開跌挺 那開跌挺你這邊買的 是不是怎樣 痛苦啊 那明天打得開還好 如果明天打不開呢 我看你黏怎麼過 黏要怎麼過 那所以這些煩惱 是不是你自己造成的 會輸錢 是不是你自己造成的 啊 我超奇怪的 我來講這麼久呢 我每天都來講呢 啊 你中間的過程哪一天 你為什麼不聽話呢 你當然會想說 老師你講的也不一定準啊 像這個 今天又拉上來了啊 這個拉上來 這個拉上來才好嘛 拉上來才能讓你賣嘛 你一定要賣在這裡嗎 拉上來給你賣 你為什麼不賣 就如同這裡我在跟你講的啊 拉上來你為什麼不賣呢 這一天漲停板 我就叫你賣了 也沒有漲多少錢 好那你不賣 請問啊 它是不是蘋果概念股 大力光是不是蘋果概念股啦 蘋果賣得不好 它會賣得很好 而且坦白講啊 這個我是在不應該想這個啦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宏達電為什麼AGAX 東西做不出來啦 東西做不出來啦 有沒有 要不然你們不是都要買 Botterfly嗎 那為什麼你們都買不到Botterfly 為什麼 做不出來啦 為什麼做不出來 缺兩個很重要的零件 第一個就是缺到盡頭的VCM 它的VCM不是自己做的 它良率很低啦 所以它還是跟人家買的啦 所以今天它如果能夠 要它上到一千一千二的話 就是它的VCM 它要做出來嘛 而且它做的成本比較低 它有辦法嘛 否則你關鍵的零組件 還受限在別人的手上嘛 這樣怎麼做出一個盡頭模組 對不對 這個VCM缺貨是一個事實啦 因缺罵他啦 你的招 你那個手機裡面這個啊 這個啊 這個部分啊 這個鏡頭啊 要遠近 就是要靠音圈馬卡 就是VCM 那這一塊呢 坦白講台灣能做的就是哪一家 那也是在台灣的廠商 那為什麼你不跟它拿啊 如果我就覺得奇怪了 或者跟它什麼技術合作 那個都好 那你就不這麼做 那不這麼做你股價 我覺得你拉上來還是要減碼啦 因為這跟它太相關了 這是電子股這一塊 包括它很多啦 說真的啦 我也不是算壞人啦 我也沒有算壞人啦 這個鏡頭我也是叫你走啦 這個如果要破 你風海這個不破 加基 牛尾 多三歲 這個 這個 連換套這個都不用破 這都不是蘋果概念股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啦 這應該你不用輸的錢 你不用輸這個亂的錢啦 說真的你不用輸這個冤枉錢啦 你連冤枉的錢 明明知道的事情 你又要輸 也是痛苦啦 艱苦啦 所以說這個部門該閉開 就閉開啦 當然有經過幾點 我們也要來拼 宏達電跌停的時候 我們看來看我們的心情嘛 反正我們現在 很快便便便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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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局不好 因為過年之後呢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現在你講 你聽不懂 這已經講過六次了 現在來已經第四 第一季了 2013年第一季了 2013年第一季成長或者衰退 是跟2012年的第一季有關係 跟2012年的第二季有關係 這個基期都非常低 那如果基期這麼低的話 那麼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都是正成長 那如果正成長的話 再看看人家 所有的專業的法人來預估 今年台灣GDP都三以上 那麼三以上一定是比今年成長 今年才一點多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成長的時候 還有基期這麼低 你如果說下半年就難說 下半年因為有基期館了 三半年的基期低 這個時間你要做多 改動做多 你就是要做多 有這種背景之下 該努力的時候你就要努力 過年之後我認為行情 不是說漲到過年前或者過年後 因為這只是剛剛一個開始而已 既然是一個剛剛的一個開始 投資本你任何人都要努力 要積極一點 好不好 稍微就這樣我們馬上回來 一座收藏世界風景的建築 湯泉國際海灣造陣 台北灣四季之旅 2805-9898 送舊迎新好運到 財源耿罐裝滿袋 護得頭部公祝您 十二年發大財 好運一整年 新春優惠168 財運分通一路發 新春不打揚 請四波發財熱線 02-2578-3000 2578-3000 過去生前政略一直不出聲 只因為我們信奉口碑 不喜歡誇大不時的廣告宣傳 但是我們十分替您心急 因為操作的困難度不斷向上提升 而您的財富卻不停的向下沉淪 您可以拒絕當一個無奈的投資人 每天看著您的財富如流水般 不斷沖濕 但您卻無力反抗 解放您投資的舊思維 您和您的投資操作 讓真情戰略精準的研判 精缺的卡位 幫助您精湛的獲利 送舊迎新好運到 財源更貫裝滿貸 顧得頭顧公祝您 十二年發大財 好運一整年 新春優惠168 財運分封一路發 新春不打陽 請速播發財熱線 02-2578-3000 2578-3000 小心 小心 讓你見 達人推薦精緻海鮮半手禮盒 特價999 訂購專線 0800-888-568 VCO 禮克食善館 聰明消費讓你過好年 1月25到2月18日 消費滿3000 限定300 名牌包幸運抽 還有紅利點數兩倍送 公館店同裝 聯合特價全力一折起 內湖店獨家日系品牌大特價 內湖店就在Costco旁 公館店就在自然水國物館對面 好 歡迎繼續收看我們深淺戰略 我們剛才跟你說 就是說美國股市嘛 蘋果嘛 美國股市上面講 那美國股市這個 已經跟各位講 量補不出來了 確定就是要整理了 這是1月30日 都跟你講 那你現在開始看到跌了嘛 開始看到跌了 一樣就是補不出來 所以它一定要整理 這個免不了 但是它支撐是會在這個地方 13600附近 那我在想 我在想應該 美國股市整理 這很麻煩 就是整理 它在整理 整理結束的時間 搞不好就在我們過某年 我們休假那一段時間 真的 搞不好就在那段時間 那所以 還是要選一些股票去抱著 好 來 同志本 你剛才看到這個宏達店 你剛才看到這個 其實道主兵說 你 這都不是講這一天 那我想 哪些會漲 哪些會跌 該掌握的 你有沒有掌握到 該避開的 你有沒有避開 都沒有做 都沒有做 你現在輸錢 你的財富 就是被人家分配 就是被人家分配 假設你今天 會跌的你避開 會漲的你有把握到 你已經踏上了財富 重新分配的列車之上 每個人都要財富 重新分配 每個人都希望這樣子 但是 真正把握的 能有幾個 真正把握能有幾個 這個機會 不是天天都有 他 真的 他也不是說 稍縱即逝那一種 好像那個流星一樣 稍縱即逝不是 這是一個趨勢 大概 掌握到趨勢的人 他自然能夠財富重新分配 這半年 你有沒有覺得說 這半年以來 你買的電子股 通通不會賺錢 通通不會賺 但是你隨便 去買金融股 擋擋賺錢 這個就是趨勢在改變 趨勢在改變 20年前 當時候的電子股是沒人要 為什麼沒人要 因為大概都是做那幾樣東西 而且廠房都是用租的 隨時會倒 我坦白講隨時會倒 包括聯電台積電 那些都是一樣的 廠房都是跟租客租的 幹嘛 所以當時候 20年前沒有人願意去買電子股 可是如果說了解電子股的人 20年前去買電子股 到現在是大富大貴 大富大貴 反過 頭來 反過來講 20年前 如果你留戀過去 20年再跑的那些 都是什麼 紡織啊 資產啊 金融啊 都是那些股票 你這20年來 你怎麼輸到我怎麼破三年了 所以掌握到當20年前電子股的大行情人 現在都是贏家 沒有掌握到去世人都是輸家 可是20年過後了 這個風水會不會輪流轉 確實是有機會輪流轉 你可以看到現在電子股 所有推出來的所謂的新興的一個東西 它的壽命越來越短 它的壽命越來越短 而且啊 你說我這個是舊的手機啊 我現在根本就沒有換手機的意願了 我幹嘛要換 好好的我幹嘛要換 摔啊我常常在摔啊 我幹嘛要換 一直不便宜我幹嘛要換 對不對好就是說你那種 讓你沒有要有 那種慾望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啦 所以現在反過來講說 你現在投資電子股的話 會不會跟20年前你在 投資那些傳產命運是一樣 所以你的命運從來沒有改變過 20年前你投資傳產 傳產跌 20年後你開始愛電子 電子開始又要跌 又要跌20年 你人生有幾個20年 反過來講 中國從來沒有開放過 這幾年來 中國的開放的腳步越來越快 那麼台灣呢 處在中國的一個最好的位置 不管別的國家要進到中國 或者從中國要到其他的國家去 台灣是一個很大的跳板 這個跳板叫做金流 人民幣現在已經全世界主要的貨幣了 能夠掌握到人民幣的業務 就是等於掌握到金脈一樣 那這個就是在金融股的身上 這個才是你可以大股過年的最好標的 換個腦袋 換個方向 或許你的人生從此就會豁然開朗 好不好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不知道現在規定等紅燈不能使用手機喔 小心 專心開車 好啦好啦 不是叫你專心開車嗎 像這樣多危險啊 而且現在不管開車還是等紅燈時 都不能使用手機跟電腦 我以後不敢了 開車不當低頭足 手機電腦不使用 送舊迎新好運到 財源耿灌裝滿袋 不得頭腹公祝您 十二年發大財 好運一整年 新春憂慧168 財運飛鋒一路發 新春不打陽 請速播發財熱線 02-2578-3000 2578-3000 過去生前戰略一直不出聲 只因為我們信奉口碑 不喜歡誇大不時的廣告宣傳 但是我們十分替您心急 因為操作的困難度不斷向上提升 而您的財富卻不停的向下沉淪 您可以拒絕當一個無奈的投資人 每天看著您的財富如流水般不斷沖濕 但您卻無力反抗 解放您投資的舊思維 您活您的投資操作 讓生前戰略精準的研判 精確的卡位 幫助您精湛的獲利 你可能不知道 在您繳納健保費的同時 您也在幫助別人 因為有您 這些教室要幫助的朋友 才能安心就醫 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就醫 減免部分負擔 謝謝你們 健保提供經濟困難民眾 保費補助及欠費協助 謝謝你 可輸給予家庭及孕婦 均可安心就醫 謝謝你 謝謝你的參與 因為有您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提醒您 自民國101年起 取消軍交薪資所得免稅 有關扣交及申報問題 請假各地區國稅局 購物消費請使用電子發票 可對獎可捐贈 方便又還吧 冷氣外泄 全非不見 冷氣外泄 全非不見 賣服務所得免稅 賣服務所得免稅 全非不見 於是